中美刚刚宣布领导人将举行视频会晤 岛内那些充当反华急先锋跳得正欢的人 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感觉内心凉凉 昨天的台媒中视新闻网发表了一篇主题为 当心成为中美合作的牺牲品的文章 指出当前民进党当局对美方的要求照单全收 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弱磐石 但别忘了中美关系向来是起起伏伏的 美国在某些全球性议题上仍需要中国的合作 提醒岛内某些人警方被美国拿来当电背出卖 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 历史上美国抛弃盟友的例子不设美举 美国的承诺是否坚如磐石 当年在越南西贡和不久前的阿富汗卡布尔 被美国抛弃的小弟可能会有不同的体验 何况如今美国和台湾地区之间所谓的关系紧密 使国际大环境使然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 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 包括声称承诺协防台湾向台湾出售武器 庶民美国国会议员搭军机抵台窜访等 这些花样摆出不断升级的招数 对华极限施压意图明显 但民进党当局却如获至宝 拿着鸡毛当令箭 自我吹嘘所谓 美台关系良好 配合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不断惹是生非 挑衅一中原则 充当了牵制和围堵中国的棋子和马前卒 但是台海问题攸关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绝不会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妥协 在美国议员串访的当晚 东部战区就公布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寻 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的相关消息 以实际行动反击美方的挑衅 展现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 充分信心和强大能力 令美台勾连的挑衅踢到了铁板上 中美既有分歧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就在今天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 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北京时间11月16号上午 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不知道岛内那些充当反华极先锋跳得正欢的人 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感觉内心凉凉 在此奉劝岛内的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某些政客 认清国际潮流与现实 不要历令置婚孤注一掷 站在对抗中国大陆的最前线 最终将被抛弃 成为被两岸人民唾弃的历史罪人